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是一样的温暖与感动 今天要学的这篇课文的标题啊 名字叫做一匹出色的马 请看 匹 第三声 再读 匹 匹是量词 常常用来形容马 这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标题 一匹出色的马 相信通过之前的预习 你一定能够读准字音 来 让我们来听听 你能读得和它一样吗 胶外 泛起 波纹 匆匆绿绿 柔软 绿毯 异常 练练不舍 请求 一珠 拾起 骑马 跨上 词语排排队 让我们再读标题 泛起 泛起 波纹 匆匆绿绿绿 柔软 绿毯 异常 美丽 练练不舍 发现了吗 这些词语都和景色有关 接下来 吕老师再出示一组词语 你来看看它们和什么有关 对了 它们都和动作有关 电视屏幕前的你能够站起来 一边读准词语 一边做做相应的动作吗 请求 拾起 跨上 骑马 相信你一定已经发现了 这些词语里面不仅有我们的老朋友 请 它是行声字 而且还有我们的三位新朋友 石 跨 骑 它们也都是行声字 你可真是会活学活用的 接下来 如果把一些词语 送回到句子当中 你还能读吗 试一试吧 河水 碧绿碧绿的 微风吹过 泛起层层波纹 路的一边是田野 葱葱绿绿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现在 再把句子 送回到课文当中呢 请你打开课文 一 自读课文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二 标出自然段 三 想一想 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现在 让我们开始吧 一匹出色的马 一个春天的傍晚 妈妈牵着妹妹 爸爸牵着我 一起到郊外去散步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 河水 碧绿碧绿的 灰风吹过 翻起层层波纹 河岸上垂下来的柳叶 拾过妈妈和爸爸的头发 我和妹妹看着都笑了 渡的一边是田野 葱葱绿绿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春天的郊外 景色非常美丽 我们一边看 一边走 路已经走了不少 却还练练不朔 不想回去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妹妹求妈妈抱她 我很累 走不动了 抱抱我 妈妈摇摇头 回答说 不行啊 我也很累 抱不动你了 妹妹转过头 求爸爸 爸爸不作声 她松开我的手 从木旁一株柳柱下 拾起一根 又长又细的枝条 把它递给了妹妹 说 这是一匹出色的马 你走不动了 就骑着它 回家吧 妹妹高兴地跨上马 蹦蹦跳跳地 奔上前去 等我们回到家时 她已经在门口 逐接我们 笑着说 我早回来啦 哇 屏幕前的你们 也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了吗 如果你们还能放声朗读 那就快和身边的家人一起 积个掌吧 刚刚这篇课文一共有 七个自然段 那谁能来跟我一起 回顾一下 这篇课文都说了什么呢 开始咯 爸爸妈妈带一家人去 春天的郊外散步 走着走着 累了 妹妹走不动了 想要抱抱 这时候 妈妈摇摇头 爸爸送给了妹妹 一根柳枝 说那是一匹出色的马 最后 妹妹跨上马 高兴地骑着她回家了 真不错 来看看 读到这篇课文 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同学 提的问题吗 发现了吗 你们提的这些问题 都和这匹出色的马有关 好啊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 为什么 这是一匹出色的马 带着这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一起去那春天的郊外 一探究竟吧 一个春天的傍晚 妈妈亲着妹妹 爸爸亲着我 一起到郊外去散步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 跟随着这一家人的脚步 你看到了怎样的风景 河水碧绿碧绿的 微风吹过 泛起层层拨纹 哇 你一眼就看到了 这河水的颜色 平前的你们呢 读句子 想想画面 这河水 碧绿碧绿的 读到这碧绿碧绿 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青绿色的玉石 我想到了永柳中 那鲜嫩的柳叶 好漂亮的颜色啊 这碧绿碧绿碧绿的 河水 静静流淌着 微风吹过 泛起层层拨纹 你见过拨纹吗 快看 多么有趣的字里 拨乃水之皮 这微风吹过的波纹 一层层的 也就是这么 一圈一圈的 向远处荡漾开的 想象一下 微风吹过这一池春水 这波纹一定是 轻轻的 柔柔的 缓缓的 接下来 请你也借助手势 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读出 这美丽的颜色 读出 这温柔的 波纹 河水 碧绿碧绿的 微风吹过 泛起层层 波纹 真美啊 路的这一边 是碧绿碧绿的 河水 那另一边 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呢 路的一边 是田野 葱葱绿碧绿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同学们 同学们 快看 老师 我想到 快看这一片 田野 看见了吗 这河苗啊 都长起来了 它们 你及我 我及你 都探出了 小脑袋 再往远处 再往远处看 这一片 茂盛的庄稼 它们 连成了 什么呀 你想到了什么 老师 我想到了一片 绿色的毯子 哇 那快摸一摸 是不是 柔柔的 软软的 你想不想上去 躺一躺 像那 春天里的小熊一样 上去 咕噜咕噜 打个滚 快把这心情 送进这句子当中 读一读吧 路的一边 是田野 葱葱绿绿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好一个葱葱绿绿 好一个碧绿碧绿 看 小河 田野 小草 柳树 好一个 绿意盎然的春天 就如那诗中所言 碧玉装成 一树高 万条垂下 绿丝涛 又如那春风又绿 江南岸 明月何时 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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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那么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那 郊外的小路 随着春天的旋律 边读句子 边想想画面 看 看了 河水 碧绿碧绿的 灰风吹过 翻起层层拨纹 我们在看那边 渡的一边是田野 葱葱葱绿绿绿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春天 在那碧绿碧绿的河水里 闪闪发光 春天 在那葱葱绿绿的田野里 温柔的生长 走一处 就是一处的风景 现在 让我们牵起身边家人的手 一起去那美景中 散步吧 一个春天的傍晚 妈妈牵着妹妹 爸爸牵着我 一起到郊外去散步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 和岸上垂下来的柳叶 拾过妈妈和爸爸的头发 我和妹妹看着都笑了 爸爸 你快进 那风吹过一排排柳树的声音 像不像在歌唱 妹妹 你快看呀 那刚吐出来的柳枝 像在跟爸爸妈妈的头发 跳舞呢 妈妈 你伸手摸一摸嘛 那柳叶 是不是嫩嫩的 绿绿的 软软的 多美丽的一个春天啊 春天的郊外 景色非常美丽 我们一边看 一边走 路已经走了不少了 却还练练不守 不想回去 就这样 走着走着 看着看着 时间到了 孩子们 我们得回家了 妈妈 不要嘛 不要嘛 好啦 别摇头了 路已经走了不少了 是啊 我也觉得 这景色 异常美丽 换句话说 就是 我觉得 它十分美丽 特别美丽 非常美丽 格外美丽 好 景色虽美 也看够了吧 嗯 不够不够 咱们该走了 嗯 我还不想走 啊 我也是 原来 这就是 恋恋不舍的感觉呀 恋 是一个形声字 上面的部分 卵表示发音 两根绳子 记录着 中间嘴巴 说出的 誓言 底下的心 表示 内心的情感 好吧 虽然我们 恋恋不舍 但是 我们可以 把这 美丽的句子 抄写下来 还可以像 清华富小 二二班的 同学们一样 配上插图 帮助您 想象 既然 你们舍不得回去 那就 让我们 停下来 休息一会儿 来找找 这迷人的春天当中 藏着的 生字 本节课 要学的 九个字 可以根据 结构 分为四类 其中 左右结构 和上下结构的字 已经是我们的 老朋友了 他们都需要 对比 两个部件 之间的 关系 那今天啊 就让我们选择 两个 最难的字 来挑战一下 你做好写字 姿势准备了吗 写字做到三个一 一拳一尺一寸 请大家做好写字 姿势准备 拇指 十指捏着 三指 四指 拖着 小指里面 藏着 笔尖向前 斜着 笔杆向后 躺着 来 让我们跟着 小老师 学写 第一个字 相字书写 小口诀 一撇 一树 左边窄 右边小巷 得站正 撇从口正中穿过 弯钩撇 那要平衡 你写的怎么样 可以再对照着 汉字 看一看 改一改 再写一个字 最后 让我们带着 练练不舍的心情 写下最后一个字 练 练字 书写 小口诀 一笔点在 树中线 二笔横下 两树站 两点对称 在两边 心字 遍底 扁一点 写 写好了吗 刚刚啊 我们在这春天的郊外 练练不舍 是啊 这景色 异常美丽 但是 路 已经走了 不少 难怪 年纪最小的妹妹 累了 这才有了 最后出现的 这一匹 出色的马 电视机前的你 现在 可能也有点累了吧 那让我们 休息一下 一起跟着 姜米丽同学 来做一个 手语表演 为此时此刻 正在抗击疫情 第一线的叔叔阿姨们 送上我们的 关爱和祝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